但是選手們在國際舞台上發光 我們很擔心就是 到底他們的資源夠不夠呢 比方想像林子柒 我們剛剛新聞也看到 她的家人其實是擺攤子 來做生意營生的 那國賢權她的家庭資源是更少的 是不是都有一些困難 不曉得政府的計畫是怎麼樣 有沒有一些企業的贊助等等 在協助著他們 是 這部分其實 今年體育署有擬定一個叫做 推動企業贊助體育運動方案 它設定幾個種類 幾個項目 然後他希望每年有一億的 一億的贊助經費 能夠進到這個方案裡面 然後協助這些選手 其實我們再往以前看的話 中華奧會主席 就是現在的中華奧會主席林宏道 他是紅國集團的人 主要的負責人 他今年就喊出他贊助了6000萬 他投入這資金 他們這邊企業會不停的 包括前的中華奧會主席 蔡成威 然後包括如果你今天看到網球的話 可以看到網球協會理事長 廖玉輝 他是華國洲際飯店的董事長 他們這些人全部 這些企業項串連起來 一年一億我覺得 絕對有辦法達成 這些資金就是 這些資金為什麼 以前沒有過 以前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感覺 以前都是零閃的贊助跟資源 現在這要做統籌的話 我覺得會在我們的舉重 或者是我們有金牌希望舉重 跆拳道這些項目 挹注這些經費 讓他們選手教練都有 希望他們一直凝結起來 對 就無後顧之憂 把金牌就源源不絕的帶回來 對